PS5连WiFi还是连网线哪个更好 我用两幅图和各位分享一下 第一张图用的是WiFi连接 5G的WiFi 测试下载和上传512兆的内容 下载速度是192兆BPS 上传是9.3兆 我家的WiFi是300兆的联通光纤 最大能达到300兆BPS 它只做到了192兆 另外一个图是有线连接 它的下载是376.7兆 上传是8.3兆 上传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以前PS4也是这样的 但是它的下载速度 测试速度翻了一倍 后来我也上网看了一下 他们说玩联网游戏 还是用网线比较稳定 因为我之前的PS4 Slim 还有PS5用的都是5G Wi-Fi 下载游戏速度还是挺好的 没觉得慢 但是我最近在用串流 玩PS5游戏做直播的时候 台式机的电脑和PS5 都用网线连到路由器上 这样不论是从物理上 还是心理上 都感觉很稳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尔柴 欢迎点赞关注评论 我们下次见